第一個 同學剛剛有來問 為什麼打開之後有一個封鎖的問題 其實就是找到檔案右鍵內容這邊解除封鎖 按確定就OK 那你打開之後就不會有封鎖的這個訊息發生了 OK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請各位幫我開啟第四個單元 那也就第一個單元我想就Ending了 那我上個禮拜其實也有把另外一班上課的錄影傳給大家 因為好像同學對於各區比例圖畫圓形圖的部分 VBA有點疑慮啦 所以我就是把另外一班上課的錄影直接就給各位當補充 OK 那你們自己就是針對那個部分再去看好了 不然的話要講可能要花滿多時間的 那今天的話主要我們有一個案例 反正之後下半段的部分 重點就慢慢會擺在可能更進階的課程部分 那當然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會比較多的那個VBA應用 也就是可能函數的應用會變少 那VBA的應用會變多 VBA的部分的難度相對的也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有點在VBA裡面 在Excel裡面如果要做網路爬蟲的話 因為現在很大量的資料其實都在來自網路嘛 那如果這個資料來自網路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下載之後再打開 打開之後再做 那如果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它抓下來 直接就匯入到Excel就好了 不用多一個步驟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需要寫一個VBA的程式 也就是說在Excel裡面的VBA也可以做 所謂的網路爬蟲的這個功能 OK 不是說只能用Python 不然一般如果想到網路爬蟲這個名詞的話 一般都會想到用Python程式 但是實際上以Excel本身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幫我找到余端百版裡面的第四個單元 的這個什麼外匯率資料下載 所以這個範例 然後並且匯制折現圖 有兩個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打開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網址 這個網址也是來自於那個什麼 政府的開放平台 所以這個是政府的開放平台的哪個單位 這裡面其實它也有提供的單位是 金融監督管理委 簡稱叫金管會 應該大家都知道金管會 金管會提供了美日外匯的參考匯率 那個匯率裡面的話 總共有十種匯率的換算 包含就是美元對新台幣 人民幣對新台幣 歐元日元英鎊澳幣等等的 總共我記得好像十種吧 所以它總共應該有十一個欄位 包含日期 那如果假設以前我們的做法是怎麼樣 直接就點這個CSV把它下載之後再打開 可是你說老師可不可以不要下載 因為下載的話 因為像這個資料每天更新 那如果每天更新我不是每天下載 那下載我之前做的東西又要重來了 那好像很浪費時間 有沒有一個方式我直接更新就好了 按一個更新 那更新的話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資料就跑到Excel了 就不用手動去下載 OK這個案例還蠻多的 那包含就是說將來第一個資料更新 第二個可能那個檔案數量很多 比如好幾個 你每次都要下載一下 全把它合併在一起 然後就重新再做一遍 哇它每天做 或者是甚至像那個股市資料好了 哇 大概你可能每幾分鐘就要做一次了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時間 OK 而且資料量又非常龐大的情況下 那當然一定會完全沒效率 OK 所以今天的話第一個 你們先找到這一個之後 按那個檢視資料好了 那可以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比較重要的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欄位 總共有應該日期加10個匯率 所以應該是11個欄位 第二個檔案格式是CSV 那CSV的話 它的對應其實以CLS 就算OK 然後編碼格式的話 這個地方它要其他 叫你自己拆 不過後來發現其實它是所謂的Big 5 特別注意喔 基本上 在開放平台上面的編碼格式大概就兩種 一個是Big 5 一個是UTF 8 這兩種編碼方式如果你選錯的話 你下載資料會是亂碼 所以如果是亂碼的情況下很簡單 你就改另外一個就好了 不是Big 5 不然就UTF 8 OK 當然我們目前是因為台灣用的大概就這兩種 其他語系當然有其他語系 你們可能再去找其他語系的對應的編碼 OK 那它的下載網址就這一串 OK 所以它提供給你下載網址 你就可以用程式的方法 去把資料下載直接就放到Excel 我想應該這樣會是最有效率的 OK 所以今天第一件事 我們大概會先把資料寫VBA下載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如果要知道最近的匯率漲跌的話 那其實當然最簡單的方式 你比如說你把這個點一下 當然如果你點這個下載 它會直接下載 可是不是到Excel 它會變成一個CSV檔 有沒有打開來 那這樣變成說每天它知道更新你要重來的 這邊有沒有它會出現CSV 之前我們是另存成Excel XM 當然如果你每天都要這樣做的話麻煩 所以我待會是希望怎麼樣 我們不要直接點選就下載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有沒有這總共有11個欄位 那分別是日期 加上那個什麼 美元 它最近美元應該是有漲有跌 32算蠻高的 那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這樣看 其實你比較不容易去 了解到底漲跌的狀況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是覺得乾脆你畫個圖算了 那因為有時間 跟數量 所以直覺想到 那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折線圖 有沒有 我們前面有用過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幫我 繪製一個折線圖 那位置的話 我有指定 也許繪製在哪裡呢 繪製在這個資料的 空一個空白藍的 右邊這邊 那總共當然 因為我們有10個匯率 對應 10個匯率的話呢 那也就是我希望畫10張 這個折線圖 可是問題10張用人工來畫真的很麻煩耶 所以怎麼去做 請各位稍微先看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把這個資料 那所以待會第一件事呢 你先知道一下這個資料 把它關掉好了 我們不是採用這個方法 所以把它不儲存 那我們要採的方法是 直接用爬蟲的方式來完成 那爬蟲的話 第一個 你就直接開Excel算了 Excel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選取空白的活躍布啦 等於是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直接寫程式 所以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按LT加F11 那VBA就出來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 直接把那個 上面這個箭頭點一下 其他命令 把那個什麼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打勾啦 我是比較推薦這個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點 不然每次你就要按LT加F1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什麼 直接就寫一個程式抓下來 那你說老師 那個程式會不會很難寫啦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直接拿我網路上面的 算是範本吧 所以你們待會開啟雲端白板上的 第四單元 找到外幣匯率資料下載 什麼匯率之一啦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這兩件事 資料下載 跟自動匯製摺線圖 不是人工繪製喔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底下有一個範本如下 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這個範本 把它Ctrl-C 然後呢 Ctrl-V貼到哪裡呢 一樣嘛 請你在這個 VBA的環境裡面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呢 你如果要寫程式之前 反正VBA它的流程都蠻固定的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插入模組 第二件事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範本貼上 OK 但是貼上之後的話 你必須要改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我把字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號字好了 9號太小了 OK 記得喔 第一個就是在 Texter分號的右邊這邊 把網址貼上 那個網址喔 Texter就是那個CSV的檔案 請你貼在分號的右邊 所以網址在哪 網址就是在 你剛才記得 每日外幣參考 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 不是有一個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它會跳出 這邊不是有一個 資料下載網址嗎 請你把它選起來 複製一下 記得喔 你選的時候 不要多選 好像也沒辦法多選 複製之後 記得喔 就把它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Texter分號的右邊 雙引號的左邊喔 記得喔 就是分號跟雙引號之間 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檢查一下喔 看有沒有多餘的東西 比如說空白 之前要有同學貼上都是空白 不行喔 不要多任何的空白喔 反正一定是在分號 跟雙引號之間 你不要貼錯的話喔 下載應該沒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個OK嘛 第二個就是叫 紅色字的叫做Tex file platform 等於什麼喔 那我剛剛講喔 這個就是編碼格式 如果呢 是 UTF-8的話 這個數字可能要記一下 UTF-8是65001啦 OK 然後如果是Big-5的話呢 就是950 所以可能有兩組數字 要請同學稍微記一下喔 UTF-8是65001 然後呢 Big-5是950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編碼格式 他沒講怎麼辦 很簡單嘛 二選一嘛 那你如果哪個錯 你就改一下吧 比如說你說老師 我試試看喔 65001好了 OK好 先打上去嘛 那你把它按執行 看一下結果 欸又跑了嘛 好看一下有沒有亂碼 欸 這老師亂碼耶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把6500改950比較好了 950 OK好 執行一下 有沒有亂碼 欸沒有 我跟各位講啦 理論上喔 政府刊片平台上面 大概就這兩種 所以呢 好像65001會比較多啦 UTF-8好像占的比例比較 你們好像應該做報告的時候 應該會注意到吧 這個編碼格式喔 目前呢 UTF-8應該是比較多數 然後950的話呢 好像也不算少數啦 但是好像慢慢越來越小的感覺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編碼不同意的問題啦 其實主要原因喔 應該是在於那個 如果你是950通常是用微軟的系統 微軟系統存檔的喔 大部分都是 BIG5 OK 那非微軟陣營的喔 像Google啦 像Mac喔 都是用UTF-8啦 大概會有這種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的爬蟲部分呢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所以還比想像中簡單嘛 最後一個範本 只要不要貼錯就可以了 兩個地方喔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編碼 OK 當然這件事情喔 你也可以請那個 ChargeP幫你啦 不過我後來發現喔 為什麼不特別先講ChargeP 因為ChargeP產生的程式喔 真的比較囉嗦 而且 有時候效率也沒有很好 反而我乾脆我弄一個範本 給你們直接改 應該會比較快一點點啦 OK喔 所以我會斟酌一下 哪個方法會比較簡單 那就用哪個方法 OK喔 所以第一件事的話呢 那我們已經把資料呢 就全部給下載下來了 好 所以有資料了嘛 那當然如果你改 明天喔 你再打開 你又把它怎麼樣 重新再執行一次 那因為我這個範本裡面喔 開頭一定是把Sales點clear 意思是什麼 我會先把舊資料先清除 然後再去下載新的 所以執行的話喔 他會先怎麼樣 他會先去把舊資料先刪掉 然後再去下載 下載的話就refresh了 refresh就下載 這還蠻快的 因為資料並不多 OK喔 然後呢 我們就把資料下載完之後的話 後面就要開始來畫圖了 那你說老師我希望畫成 所謂的折線圖嘛 折線圖應該知道 插入裡面不是有個折線圖 還有資料標記 這個之前我們做過啦 可是問題喔 我有什麼方式畫十個 因為十個匯率嘛 我要畫十張圖 幫我畫在資料的右邊的地方 欸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來講喔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 大概寫幾個 幾個VBA 不過這個後段喔 大部分都是VBA委居多喔 OK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喔 把那個前面的VBA 可能要至少要熟悉喔 後面應該就比較好接了 試一下喔